Fu-chan Net School 日本語クラスへ ようこそ! 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は ようこそ Fu-chan Net School へ 大家好 欢迎来到Fu-chan 网校 我是大家的香香老师 カオリ先生 上节课 我们学习了第六行 哈行假名 Ha-hi-hu-he-ho 的读法和写法 下面跟着老师来复习一下吧 Ha-hi-hu-he-ho 我们来念几遍 哈行的绕口令吧 Ha-he-hi-ha-ho-hu-ha-he-hi-hu-he-ho-ha-ho-ha-hi-hu-he-ho 下面来一边快的 Ha-he-hi-ha-ho-hu-ha-he-hi-hu-he-ho-ha-ho-ha-hi-hu-he-ho-ha-hi-hu-he-ho 上节课还学了另外一个绕口令 是那个妈妈的妈妈在笑 那个绕口令大家还记得吗 一起跟我来回忆一下 Ha-ha-ha-ho-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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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这个音的时候,要闭上嘴,舌头保持自然,振动声带,有声气流,筋笔腔流出,mo ma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翻音,子音mo和a,i,u,e,o,拼起来得到ma,mi,mu,me,mo这五个音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假名,ma 大家跟我读几遍,ma ma的评价名和片价名,都是来源于汉字中期末的末 评价名一共有三笔,先写两横,然后是一竖,写到下面,画一个圈 而ma的片价名一共有两笔,第一笔是一个横平,然后是一点 大家自己练习一下ma的写法 下面我们来学几个跟ma有关的单词 第一个词是mae 汉字写作前,它既可以表示位置上的前面,又可以表示时间上的之前,先前 第二个单词是mae,汉字写作丁,是城市或者街道的意思 第三个词是一个形容词,umai 它有好吃的美味的意思 比如我们可以说,这个寿司太umai了 也有很棒的意思 比如它日语说得很好,就可以说它的日语umai 好,大家跟我读几遍单词 m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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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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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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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日本的machi 也就是日本的街道 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特别的窄小 而日本呢,由于国土面积小,人口众多,所以什么东西都是很秀真的 特别是居民区里面的一些小路 让我想到了小时候住的胡同 但是,日本的街道虽然窄小,却非常的干净 这一方面得益于日本湿润的海洋性气候,还有很高的森林覆盖率 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环卫工人辛勤的劳动 每天早上,在上班高峰到来之前,清洁工已经把街道打扫得很干净了 在日本,你从来不会看到尘土飞扬的景象 另外,日本人对他们生活的环境也是非常爱惜的 社区呢,都有专人去维护 这些保洁员,多是退休再就业的老人 他们整天拿着抹布、水桶还有扫帚,在小区里面转 即使看到一点垃圾,他们也会捡起来 可见在环境保护方面,日本真的是一个非常先进,非常发达的国家 曼航的第二个假名是咪 大家跟我读几遍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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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评价名来源于汉字中美丽的美 它一共有两笔 第一笔比较复杂 先写一横,然后往左拐下来 在左下角画一个圈 再拐到右边去 第二笔是在右边画一瓶 大家自己练习一下咪的写法 咪的变价名来自于汉字的三 它的写法也有三笔 也就是三个并排的点 注意它跟扎行的西的变价名的区别 西的变价名是什么样子 大家自己写一下 对,是一个三点水是不是 那咪呢,是同一方向的三个点 注意不要把它们混淆了 下面我们来学几个跟ミ有关的单词 第一个词是ミミ 它是耳朵的意思 第二个词是ミセ 是店铺的意思 第三个词 ミソ 写作味噌 是日式的大豆浆 好,我们一起读几遍单词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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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 日本的咪咪 也就是味噌吧 那咪咪是一种大豆做的调味品 跟我们中国的豆瓣酱有一点相似 ミソ的用途相当广泛 比如说腌小菜啊 还有凉拌菜的酱啊 火锅汤底 各种烧烤以及煮炖的料理等等 处处都可以见到ミソ的身影 当然我们最熟悉的还要数味噌汤 味噌汤的 那味噌汤是日本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汤 它的做法非常简单 除了味噌之外 还需要海苔 豆腐 还有葱等等原料 把它们放在一起煮开就可以了 如果懒得自己煮 超市里也会有卖半成品的汤料 只要用热水冲开就行了 这个ミソ当中含有较多的蛋白质 脂肪 糖类 以及多种维生素 据说日本人的长寿 也与经常食用ミソ有关哦 曼汉的第三个假名是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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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的评价名来自于汉字中 五数的五 它一共有三笔 先写一小横 然后从它中间写一竖 写到中间的地方换一个圈 有一点像撒行的斯是吧 但是斯是直接拐下去 而mu呢 还要拐到右边 要上去 最后在右上角点上一个点 好 大家好好练习一下mu的写法 mu的片假名 是来自于汉字的mu 它有两笔 第一笔是一个数 折 然后是一点 注意跟妈的片假名 不要混淆了 大家自己再写一遍 妈的片假名是怎么写的 注意不要把妈 错写成了mu 下面我们来学习几个 跟mu有关的单词 首先是mushi mushi就是虫子 昆虫的意思 下一个词是mune 汉字写作胸 就是胸或者心胸的意思 第三个单词是mukashi 昂字写作昂 昂字写作昔日的昔 就是从前过去的意思 大家跟我读几遍单词 mu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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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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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k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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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mukashi 我们来讲一讲日本的mukashibanashi 也就是那些古老的民间故事吧 下面这三幅图分别说的是哪个故事 大家能猜出来吗 第一个很简单啊 是陶太郎的故事 陶太郎日语读作momo太郎 这是一个从桃子里面生出来的小男孩 后来跟着他的同伴 一起踏上了捉鬼的旅程 第二个 这个骑在乌龟背上的人 叫做浦岛太郎 浦島太郎 他呢 有一天他救了一只乌龟 因为这只乌龟是龙宫的使者 所以他被带到了龙宫 得到龙王女儿的款待 临边的时候龙女赠送了他一个浴盒 并且告诫葡萄太郎说 不可以打开他 那葡萄太郎回家之后 发现他认识的人都不在了 他就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打开了盒子 盒中奔住的白烟 使他一下子变为了一个老爷爷 这就是葡萄太郎的故事 第三幅图中 这个小人 他的名字叫做一寸法师 一寸帽子 他的身材非常小 只有手指头那么大 但是他却凭借着聪明的头脑 和过人的勇气 打败了妖魔 救出了公主 最后呢 也变为了正常人一般大小 跟公主共结连礼 那除了这三个故事之外 日本还有很多的 很多的民间传说 很多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知道哪些呢 大家都知道 大家知道 是练习的时间 大家知道 点试的时间 就是练习的时间 就练习的时间 练习的时间 就练习的时间 练习的时间 曼行的第四个假名是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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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的评价名和片价名 都是来源于语人的女字 评价名有两笔 先写一个往右斜的竖 再写一个往左斜的竖 和它交叉 然后再拐上去画一个圆弧 是不是看起来很像女字啊 而且也非常像 那行的no前半部分的这个写法 追写的时候左右要保持平衡 me的评价名有两笔 第一笔先写一匹儿 然后在它上面画一点 注意第一笔比第二笔要长 千万不能写成一个X啊 大家自己练习一下me的写法 跟me有关的单词 首先me本身就是一个单词 它的汉字写作目 是眼睛的意思 第二个词是meishi 汉字写作饭 就是我们吃饭的饭啊 它的口语化的说法 我们可能小时候 在电影里听到日本人吃饭的时候 会说meishi meishi 实际上不是meishi 而是这个词meishi 它的意思也不是吃饭 而是饭的意思 第三个词是hime 写作鸡是公主的意思 下面跟老师来读几遍单词 me 说到hime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几位世界文明的hime 也就是公主的名字吧 首先是我们的白雪公主 日语写作白雪 日语写作白雪姓 白雪姓 再看下一个 眠り姓 眠り姓 眠る是睡着的意思 那么眠り姓是谁啊 她当然就是睡美人了 再一个 親指姓 親指姓 親指 写作亲指 是大拇指的意思 那么这又是哪个人物呢 她就是安徒生童话里的拇指姑娘 她只有大拇指一般大小 所以叫做拇指姑娘 下一个 下一个 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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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作春 它是山茶花的意思 那么植姓又是谁呢 她就是小中马笔下的茶花女 大家再把这几个姓姓的名字 跟我读一下 白雪公主是 白雪姓 睡美人是 眠り姓 拇指姑娘是 親指姓 茶花女是 椿姓 八行的最后一个假名是 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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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平假名和片假名 都来源于汉字的毛 平假名有三笔 第一笔是一个竖钩 然后在它的上部写两横 注意笔顺是先写竖钩 不要倒插笔 摸的片假名也有三笔 这回是先写两横 再写竖钩 片假名 就像是平假名 不出头 但要注意 它们的笔顺是相反的 大家自己练习一下 跟摸有关的单词 我们也介绍三个 第一个是 摸摸 就是桃子的意思 刚才我们讲过桃太郎 他的名字就叫做 桃太郎 第二个 物 东西 泛指一切的东西 第三个词是 汉字写作饼 但它可不是大饼的意思 而是年糕的意思 大家跟我读几遍单词 摸摸摸 摸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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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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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き 摸き 摸ti 说到 もち 也就是年糕 我们就来讲讲日本人过年做装饰用的净饼 Kanami mochi吧 Kanami mochi是指供奉给神灵的扁圆形的年糕 日本的家庭在过新年的时候都会把净饼装饰在家中 以祈求新的一年顺利平安 净饼因形似于古代的铜镜而得名 那净饼呢一般是由大小两个饼重叠在一起供奉 也有的地方是三个重叠在一起的 在第二段的地方一般会系一个表示吉祥的红白两种颜色的绳子做装饰 并且在净饼的上面会放上饰饼或者橘子等东西 那净饼一般是年底的12月28号摆放在家里 因为日本人也觉得28的这个8是一个比较吉利的数字 那到了1月中旬就要把这个净饼撤下来 这个行为叫做开净饼 Kanami piraki 也就是说要把净饼拿下来吃掉 人们用木锤等东西把净饼弄碎 然后加工食用 这个切开后的净饼通常是与红豆汤一起 而煮做成香甜可口的年糕小豆汤 好 我们这节课的五个假名又讲完了 大家还记得它们怎么读怎么写吗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ma mi mu me mo 下面又是我们例行的绕口令时间了 那我们跟着老师先慢慢的读一遍 好 开始了 下面稍快一点 开始 ma me mi ma mo mu ma me mi mu me mo ma mo ma mi mu me mo 再来一遍非常快的 开始了 ma me mi ma mo mu ma me mi mu me mo ma mo ma mi mu me mo 好 那我们下面再来补出一个有趣的绕口令吧 今天我们学了 mo mo 桃子这个单词 那就来学一个跟桃子有关的绕口令 大家先听我读一遍 s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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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mo no ji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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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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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ji 大家看到这么多的mo 是不是觉得很头晕啊 老师给大家讲一下 你们就懂了 首先 这个句子里面的s mo mo 是里子的意思 就是水果的里子 那mo mo 是桃子的意思 no是得的意思 uchi是里面内部的意思 这个绕口令的意思是 里子和桃子都是桃类的一种 桃子和里子也都是桃类的一种 读绕口令的时候停顿很重要 那老师教大家 这个绕口令可以在第六个mo 也就是第七个假名这个地方 稍微停一下 这样读起来就会简单一些 大家再来跟着老师试几遍吧 第一遍稍微慢一点 好 可不可以快一点来一遍 准备好 开始 今天的作业就是 回去背这个绕口令 当然还有 妈行的五个假名 她的读法和写法 不要忘记 认真复习 认真做作业 下节课的任务会重一些 因为我们要讲两行的假名 也就是 压行和拉行 因为压行只有三个假名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跟拉行一起讲 那下节课的任务会比较多了 讲完了下节课之后 下下节课还剩最后两个假名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讲播音了 也就是说假名的部分 马上就要结束了 五十星图还背不下来的同学 你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好 我们今天 满航的第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节课的任务会重一些 因为我们要讲两行的假名 也就是压行和拉行 因为压行只有三个假名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跟拉行一起讲 那下节课的任务会比较多了 讲完了下节课之后 下下节课还剩最后两个假名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讲播音了 也就是说假名的部分 马上就要结束了 五十星图还背不下来的同学 你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好 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大家下次见 大家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